你好,欢迎收看4月2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陈彦汝 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自费AZ疫苗在今天正式开打 卫福部花莲医院一早就陆续有25个人完成接种 大部分的民众都是因为有出国的需求 而花莲医院副院长表示 目前自费施打的收费标准为436元 未来将会是民众的需求向卫福部要求增加剂量 台湾所引进的AZ新冠疫苗21号在全台同步开放民众自费施打 卫福部花莲医院开打首日就26人预约 25人陆续完成接种 大多数的民众都是因为有出国需求 我是做生意的人啊,一定要脱外跑啊 所以他们有规定要有这个自费打过疫苗才能入境就是 也不是啦,要自己保护自己的原则啊 当然有少许的担心 可是这个我也看过很多研究 也看过一些网络跟杂志上的解释 这个机率是非常小 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风险非常低 我也建议其他人如果有机会打 一定要打 不要挑剔到要等那个特别的疫苗才打 花莲医院副院长林哲明表示 目前总共收到9瓶疫苗可供90人施打 对于AZ疫苗可能出现血栓疲倦疑传等副作用 院方在现场也设有恢复区让打完疫苗的人 可以现场观察40分钟 我们会希望说以服务为目的 那并不是说要以盈利为目的 那如果说是在花莲的乡亲有需求的话 都可以过来这边施打 那我们也没有名额的限制 所以有需要的话都可以过来 在花莲医院自费施打疫苗含挂号费 总共只要436元 比起中央公布的600元费用还要低 而在花莲同样有接受民众自费施打疫苗的慈激医院 则是从22号开始开放接种 目前总共有18人及团体30人预约施打 如有需求的民众可以前往上述两家医院洽询 记者许立琴 花莲医报导